卢台长下午好 大家下午好 您辛苦了 我想麻烦您帮我看一下 我的身体和事业 我是85年1月的 属什么 属老鼠 身体和事业是吧 对的 谢谢 小弟你从小生出来 体质就不是很好 听得懂吗 对 你要注意两点 你的肠胃 非常糟糕 是我的胃不好 大问题没有什么 肾脏要当心 好 肾脏腰不好 你的事业很糟糕 老饭小人 而且你还给人家骗过 骗过听得懂吗 对 你想事业顺利 每天念49遍 准提神奏 好 还有17遍大悲奏 好 还有心经要念21遍 好 好吧 好 这是事业上会好起来 我看你这个事业呢 今年呢 会在五月份以后 还会好起来 谢谢 你这个人呢 气量要大一点 明白吗 明白 你这个人呢 就是很敏感 别人呢 你对人家是真的很好 很真心的 但是呢 别人对你不好 你马上会记得心中 这个会对你的身体 对你的事业都会有犹豫 就相当于你把那个电脑的病毒 放在了电脑里面了 明白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人家有时候对你不好 那是你上辈子可能是欠人家的 真的 所以小弟你不要斤斤计较 长得个子这么高 气量要大 台长跟你们讲过 人的气量越大 人间的事情 一点点事情到里边 看不见了 气量就没了 对不对 如果你气量这么一点点 一点点小事放进来 好了 心就全部满了 就烦恼就开始来了 明白吗 明白 你不单单是身体和事业 而且你的感情运 也是波折很厉害 我讲话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自己老实一点 好 你很老实 但是问题有时候又不老实 能麻烦台长再帮我看一下 家里和佛台吗 谢谢 你供了观心菩萨 对的 边上还供了什么 边上有一个福字 拿掉 已经有灵性进去了 不要随便供 好 好吗 好的 就供观心菩萨就可以了 那个桌子会有点矮吗 矮了一点 桌子一般的是这样的 如果你站在那里 你的眼睛要跟观心菩萨 观心菩萨要在你高一点点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就说你站在那里拜菩萨的时候 菩萨的像 一定要在你眼睛的上面 好 上多少没关系 可以 明白吗 明白 买了一点 能不能铺块黄布啊 可以 好吧 轻轻块黄布 小孩子也不容易 你家不大 但是心很沉 谢谢台长 我都看到了 小弟 你会经历 你在去年已经经历很多感情上的和事业上的波折 所以我希望你在今年要转好 转好的话 一个人要许愿 愿力很重要 好吧 好 能麻烦台长帮我看一下 我的小姨 她是1955年属羊的 她的脸部右边三叉神经疼了七八年了 已经有点面瘫了 这里已经坠下来了 对 鼓掌 而且你小姨长得挺好看的 谢谢台长 她也是 太厉害 所以一个人不能太凶 她太精了 太聪明了 听得懂吗 聪明不等于有智慧 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这个你要叫她当心一点 好 没什么大问题 叫她每天念大杯咒 念完大杯咒之后两个手戳 戳之后再脸 慢慢往不好的地方往上推 推三十下 念大杯咒之后手要戳三十下 然后再推三十下 好吧 慢慢就会上去了 还要喝大杯水 好吧 好的 你这个小姨叫她 你每天念五遍礼佛 面部神经 风瘫的话呢 一般的这个人呢 是两种 一个是天上有些惩罚 是这样 还有就是灵性拉扯 拉她 因为她嘴巴乱讲话嘛 灵性会拉她的 好 明白吗 明白 好 谢谢台长 好 谢谢